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妈呀 这简直是 再来看一下 张林鹏有点随意 佩莱打门被出击的刘电座封打 但好像第一下抓球不稳 所以佩莱再向前 会不会也直接打 人墙打下 打在人墙上 艰苦复出 而且越踢啊 这球还越老到 可以打中场和后卫两个位置 金庆道 投球 倒钩 想倒钩 佩莱尼给佩莱做球 佩莱见机也非常的快 但是局部的配合真的可以 金庆道啊 这个连停带掰 是 让他为自己闪出了船中的空间 足球比赛就不能安排了 想伸通风 上尺 让翅膀里切 不 这边没方啊 是顶了一下 非常关键 前点 前点 完成了空门啊 好 徐欣也在插进 五打六 五打六 五打六位置好好 会不会内切 徐欣 徐欣 漂亮 哎呀 沐依赛斯的这个对抗还真是可以 真的可以 不过这个禁区前沿是徐欣的传球吧 徐欣的直塞 哎呦 可以 这球他没有乱打 是啊 而是直接找到保利尿 进入禁区之后呢 马上的这种警备状态 警备状态 还有一个人逼一个人 封堵 分 吴兴涵 单车踩起来 右脚打完漂亮啊 哦 又是刘建多 角球开中第一点 这是在第三个角球 右前方有张池 他还是打回到了左路 一下停球不错 右脚传中 双球过门 嗯 还是刘建多 看反击 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正直 沐伊赛斯骚扰了一下 远端有徐欣 漂亮 徐欣 哎 左脚掌 漂亮啦 哎呀 一技重炮 这球要传呢 他这个原地的白腿发力啊 是好 确实好 嗯 确实好 新京道骚扰了一下 传 哇 杨丽宇啊 杨丽宇辜负了韦诗豪啊 那切之后 韦诗豪没有射门 而是选择了传球 哇 超级敏被缓过 敲到中路塔利斯卡 但是得倒到左脚 再找保里尼奥 倒钩 哦 助理台犯始终没举起有约位啊 这个倒钩 呃 跟佩莱的相比呢 实际上两个人的倒钩打的都不是很完整 贝莱尼第一点 郭田宇 郑志端出禁区 但是还未能解围 金镜道这一跳太好了 哇 哇 哇 神奇的换人 郭田宇 神奇的换人 郭田宇 哦 这球好像啊 这个金镜道的一个挡拆呀 用它瘦小的身躯 完成了伟大的一个挡拆 顶级联赛郭田宇第一个进球 就这样来了 而对手是广州恒大队 哎呦我天呐 漂亮的防守啊 这个篮球啊 等于是预判到了对方的这个要射门的动作 这个球呢 雷方是想让过来 但是这个球砸到雷方脚了 居然 看恒大球迷还比较淡定啊 哦 球速很快 这时候反正就抛住了 最后这十分钟啊 嗯 有没有谁神来之笔啊 颜顶号 保塔利斯卡 胜王 因为他拿球吧 他好像队友没跑 哎 看看这个传球的路子 与众不同的一个传球方式 红球倒钩打门 可以啊 魏师豪 贝莱尼啊 赶过那头已经有点晚了 今天有三个人倒钩了 嗯 魏师豪这个应该说是最漂亮的 打到右边路 这个时候主裁判 哦 马力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中超联赛第四轮 在大连赛区 呃 一个冷门出现山东路能 经过苦战一比零 战胜了 广州恒大淘宝 送给了对手赛季首败 而鲁能迎来了本赛季的第二场胜利 而鲁能迎来了本赛季的第二场胜利